3月23日零时至24时 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10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91例 截至23日24时 吉林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万例 其中长春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超1万例 吉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力介绍 目前在院治疗患者98%以上为轻症 重症患者和微重症患者为极少部分 经过分层诊疗分级救治 截至23日24时 已经累计治愈出院和解除无症状感染者1303例 另外为了彻底的排查潜在人群感染者 昨天14时至今天的14时 吉林省吉林市城区开发区域内 继续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测验